这些原本被渔夫抛弃的小虾 在完成风味华丽的蜕变后 就成了农乡逼人的虾酱 有些人觉得他恶臭无比 彼而远之 但我却选择和他依偎在一起 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童话故事 和他在一起的四十多年里 我们成为炸鸡界里的黑猫 更是新加坡人的骄傲 我可是道道弟弟的made in Singapore 我就是色香味俱全的虾酱鸡 我体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还有些油黎的氨基酸和鸡肝酸 这也是我鲜味的来源 因此我跟虾酱的咸臭鲜香 就是个绝配 我们一浸泡在热油里 就会在风味上达到美味的另一高峰 我外酥里嫩的口感 让你吃起来欲罢不能 你觉得你们家的虾酱鸡 有什么特别之处 特别的就是我们用酱汁 来平衡掉那个虾酱的腥味 所以它会有一种 新加坡人喜欢的一种臭 可是又不会太过分的臭 又好吃 又会上瘤 来 鸡好了 颜色很漂亮 我爸爸就选择用那个中间 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因为肉的味道会比较重 对 然后就 你确保我们的肉有虾酱的味道 我们的粉也是有虾酱的味道 所以客人一咬下去的时候都是 我们真的都是虾酱的味道 这个皮真是特别的酥脆 它的虾酱的那个味道其实挺强的 很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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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 嗯 口感是人们品尝肉食最讲究的条件之一 而酥脆可口的炸鸡 可能是各种油炸食品中的领头羊 很少人能抗拒它的魅力 谁能想到在炸鸡的调料里 加入虾酱这一味 就让鸡肉这个口味大众化的食材 拥有了非比时常的诱人风味